你要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有理由相信你已经盼面投敌 你站住 你再不回答组织向你提出的问题 我打死你信了 华哥得知董家豪计划劫持打子 立刻召集所有人马 准备和他光明正大的干一场 而此时小弟却发现了董家豪的私人飞机 华哥直接来了个将计救计 原来董家豪想利用雕虎一山巨季 趁我们不家的时候把打子劫走 他妈的老鼓劣 我们就跟他玩一个寄中计 说完华哥便带上武装力量赶去埋伏 另一边 董回来后 整个人像疯了一样 因为被华哥灌了太多命负 董浑身躁热难难 一直用水冲洗 小弟觉得他这样不过瘾 直接把他搬了进去 董家豪看到跟了自己十几年的人 被人天花折磨成这样 也没再忍让 董内通私利益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我一定要让华仔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个行动富及何在 华哥知道董家豪想用调虎离山之计 去自己的老窝劫持打子 于是就在这条必经之路上埋伏 但唐王补缠 黄雀在后 这个人天花现在学会给我耍小聪明了 我今天就让他为此复仇代价 开火车人弹的兄弟 车都进入包围圈 你就开火 主要打董家豪的主车 其他兄弟 等火车人开 你们就开枪 往车里实力打 看到董家豪的车祸 华哥立刻发射火箭弹 却不料车里只是做了个替身 而董家豪却埋伏在房间部 两个人夹起来八百个性命 随后两帮人就打死 不愧是金三角的两大不销 火力都相当猛 华哥遭到投击 只能边打边退 大陆发现打子后 直接追了过去 华哥跑到一半 却发现打子丢了 于是就派阿四回去找 而另一边 大陆和打子直接打了个照片 自己来的谁跟你是自己 羽狼共舞 打子回忆起来 羽狼共舞向死而生 是所有卧底的街头暗号 但大陆却询问毛乐的死因 而毛乐是自己亲手达子 达子此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你要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有理由相信你已经拍面头地 你再不回答组织向你提出的问题 我达死你先 达子误以为是大陆开的枪 便转身跳下悬崖 随后阿四赶了过来 叫醒了他 四哥 怎么样 上来 没事 我背你回来的 正当两人准备回去的时候 阿四受到好奇心驱使 想知道达子为什么和董家豪的人聊了半天 他让我帮豪哥制服 我没同意 前面那几个大人都没听见了 有一个什么 什么舞 祖子 什么祖子 而华哥不放心 两人 此时正找了回来 就在阿四转身的一瞬间 达子拿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 为了不让自己暴露 他只能这样做 解决完阿四后 达子迅速跑到一边 亮亮呛呛地爬出来 制造了和华哥的偶遇 我本来想丢下你 等你自己回总部的 后来不放心 我就回头找你 把两个石去找你了 有看见是吗 我看到四哥掉到悬崖里